國民黨永遠要跟大家站在一起 我們的改革不會終止 活動舞台上向鐵橄欖喊話 大力支持黨內改革 正當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尋求大破大力 考機會卻急踩刹車 如果你是沒有市政 沒有什麼東西 你隨便把一個人送到那裡 其實也是誤告 中常委會選風暴延燒 眼看朱主席的查辦通牒 下週三到期 不過查了半天 包括傅昆奇 王伯倫 范成連 省智慧等十幾例檢舉案 只有兩案爆料居民 而金錢往來的更只查到一例 考機會繼續查 不讓主席鐵令就此跳票 既然認為有這個 就應該做該做的司法行動 馬前總統支持雷厲風行 包括中常委全面改選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可行的辦法 國民黨要重返執政 不是只有團結 應該先改革 十幾年來 大家一直希望能夠做一個徹底的改變 但是都做不到 這一次我們展現最大的決心 只是改革未完 憂患不斷 前立委邱毅卻直言 國民黨高層只在降剛取暖 跳船潮只會越演越烈 百年政黨恐怕難逃 走向父王命運 這個時候不用當螃蟹 要當螃蟹的話 選完再說 選舉的過程當中 或許會有幾位離開國民黨 但是我們更多的來加入國民黨 在每一位同志都是在黨 最困難的時候 願意跟我們站在一起 到底誰是真正盟友 國民黨內憂理不完 風雨飄搖 敬新聞 葉府何坤仁 參謀道